臺北市邁入超高齡社會 位於北投的秀山國小預定地 也因為少子化 沒有設立需求 因此衛生局打算要在這個地方 興建長照遠區 走進這處山坡地平緩處 有小小農場 由北投區秀山裡辦公室協助管理 這裡原本是秀山國小的預定地 不過受少子化衝擊 加上老年人口增加 學校用地已經變更成 衛生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台北市衛生局打算推動 北投長期照護園區的開發案 不少年長李明引頸期盼 希望早日動工 我們老人吃老人也可以上下課 早上去晚上回來 所以請客是期待的 對 因為很期待 早一點最好 老人的這個遊樂設施 聚會場所 以及這個游泳池 不過里長聽聞預定地附近有歷史建築 成家墓園 水磨坑遺址等等 可能影響開發 他強調這些文化遺址離基地 還有一大段距離 希望不要因此延宕開發 小案件在臺北市環保局進行環評審查 針對開發基地位於山坡地 有環評委員關切 極端氣候可能帶來的衝擊 臺北市已經邁入超高齡社會 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全市二十點九趴 北市衛生局以在地老化的原則來推動 基地佔地二點六四公頃 將建設兩棟地上四層 地下一層的建築物 提供失能照顧有四百床長照床繪 還有日照產席 銀髮住宅等服務 記者 林靜美 陳昌偉 臺北報導